好 苏拉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 我们来听一下气象局的最新说明 我们将在今天下午到傍晚之间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首先我们先来看台湾附近的环境状况 目前在这一片晴朗云云的地方 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 而从菲律宾东方海面一直到东边 一大片西北太平洋是个季风低压区 其中有包含了第九号台风苏拉 以及第十一号台风海魁 整个季风低压区它的环流状态 中间热带系统的发展 以及太平洋高压是怎么推移这个季风低压带 这些都会对台风的移动造成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看影响我们的台风 第九号台风苏拉目前是个中度台风 它在经过过去几天 在菲律宾东北方海面打转了一圈以后 今天开始向北有点偏西的方向再移动 在早上十一点进来到俄罗安比东的方 大约44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会往西北再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目前所看到的前世路径资料 是全世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电脑模式 所演算出来台风 在未来有70%几率可能走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今天深夜11点 这是星期三早上11点的位置 星期三晚上11点的位置 一直到星期四的位置 所以星期三星期四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气象局目前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南雨 以及南部沿海会有长浪 而且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 各沿海以及各离岛都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至于风浪的部分 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 台风暴风圈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 以及巴士海峡海面近海的时候 我们附近海面风浪就明显增大 当然在星期三星期四海面上风浪是强劲的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几天 如果从这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雷达回坡 目前在我们东南方 已经可以看到苏拉台风 它的外围云系已经带来一些回坡 这些降雨回坡正移近我们东边 和东南边的海面 那目前其实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地区天气都是很晴朗的 各地温度也高 但是在天气方面 我们预估随着外围云系的移入 在今天尤其是东半部地区来说 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 慢慢降雨的情况 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 其他各地则在中午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像中南部地区 有部山区会下午后震雨 而且我们刚提到晴朗 其实今天各地天气热的哦 现在大部分很多地方高温 都已经到达35度 目前花莲河中的高温 已经到达36.2度 今天预估整个西半部地区 高温35度左右 马祖30度 金门洪湖东半部33度左右 气象局目前持续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 今天在新北市 台北市 桃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花莲县 台东县 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 其中台北市 花莲县 台东县 已经连续三天的高温 到达36度 所以我们用橙色灯号提醒大家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 今天还是热 外出做好防晒工作 也适时补水 至于在未来的天气呢 我们知道星期三 星期四两天 台风的外围环流 或是环流本身 是最接近我们 影响我们的时候 这样子的路径 台风 首当其冲的影响 还是以花东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为主 今天东半部及恒春半岛 在晚上的 明清城 断断续续 开始下雨 至于明天白天 东半部 恒春半岛降雨的状况 时间就会变长 整天会断断续续 会有震雨 而另外在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 和澎湖金马祖 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 至于中部地区 仍然是属于 早上可以看到阳光 中午以后会下午后震雨的天气 星期四 台风中心已经到达 我们西南部海面 所以除了东半部地区以外 南部地区也是整天 断断续续会下震雨 其他各地则断断续续 有些局部短暂的下雨 星期三到星期四两天 提醒大家 我们在花东地区 南部山区 可能会出现大雨 或局部性的好雨 在这边朋友 请特别的注意 而星期五到星期六 台风如果顺利渐渐离开 我们的降雨缓和 但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各地仍然有些短暂下雨的机会 至于在温度方面 明天虽然外温环流已经开始影响 但提醒在桃园到彰化的朋友 明天依旧有高温 桃园到彰化依旧 还是有36度左右的高温 金门也有34度左右的高温 我们来看看风力的情形 这是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台风的环流 台风的环流 台风环流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一篇红色的 就表示六到七级的风 如果一篇紫色表示八级的强风 我们现在只看到明天晚上 随着台风中心逐渐靠近 我们南端的海陆地 我们先提醒大家 今天绿岛冷雨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而绿岛冷雨甚至恒春 从明天开始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那么明天在东南部 以及南部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大 我们如果东南部南部沿海 新竹以北的沿海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风 所以一样陆地上的风 所以台风靠近今天到明天都会增强的 最后还是来看一看另外一个 距离我们就在东边 俄伦比东边大约一千八百公里左右的 第十一号台风海魁 目前还是轻度台风 未来先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那它也是 这两个台 它也是在整个季风低压中的一个热带系统 所以未来它的移动 移动 因为目前两个台风的距离 大约是相距一千六百公里 那当然海魁台风向西移动速度比较快一些些 但是未来他们距离稍微拉近以外 另外还是要看看它的强度发展 所以之间会不会影响到 苏拉台风的路径稍微做调整 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就有不同 假设苏拉台风 未来它的移动方向 是比我们现在所预估的稍微偏难一些些 因为苏拉台风 它的环流虽然是 它的中心是很扎实的 风雨扎实 但是它环流小 所以只要路径稍微偏 我们目前的预估稍微难编一些些 对我们的影响就小一些些 那当然若偏北点 对我们影响就稍微明显一些些咯 那这部分气象就会持续观察 那一样提醒大家 台风逐渐地靠近 长浪以及海面风浪会增大 大家从事海面上座 或活动要特别地留意 另外提醒 在花东地区 南部山区未来两天 容易有大雨或局部性的好雨 那朋友们要到这些地方 也要特别地留意 那沿海的强阵风 也提醒大家 也要从事活动也要很小心哦 再来这几天 从明天开始 就是大潮的期间 要提醒大家 低洼地区的朋友 小心会有海水倒灌 或是积水淹水的危险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台风记者说明会 请问有没有任何问题 好 听到气象局的说法呢 在明后两天 苏拉台风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 那到时候呢 南部山区都可能会下起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 因此林夜宝玉署屏屏东分属呢 就考量到这个快谷山区 山屋呢 是在偏远的山区哦 所以呢从今天凌晨12点开始 预警性的封闭 一直到周四八月三十一号 那么腾芝国家森林游乐区 是从明天好 修缘到礼拜四 好 请大家务必要密切的注意 不要到山区去活动了 好 看到呢 这个昨天深夜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最快在今天中午过后 到傍晚就会来发布陆警 至于每逢暴雨都会淹水的 北市大家国小 今天上午也忙着在堆沙包防训 谈议状况连线给记者陈正芳 好的 主播 明天就开学了 小朋友准备受薪返校 想不到苏拉台风竟然来搅局 北市大家国小梅雨季节期间 曾多次因为暴雨淹水停课 就是台风来起也不敢懈怠 今天一早校长就带着工人们 堆沙包进行防训措施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楼教室门口不但有红色的防训板挡着 上面还压着两层沙包 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让小朋友们在教室里面安心上课 我们的房台有一定的SOP 我们会从楼顶的落水口先去检查 看看有没有塞水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门口出入口 我们都会用这个沙包还有防水隔板 去把它做一个防护这样子 那因为本校有碰过两次的那个暴雨之后的淹水 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惨痛经验 所以我们要做及早的一些准备 据了解前阵子午后雷震雨 6月30号和8月10号瞬间暴雨 造成大家国小大淹水 不但马路成了小河 排水垢还变成温泉 不断有水涌出 校长自嘲 就像游民园的十二生肖排水孔一样 这次开学遇到台风 他说自己撞了一旦 除了门口堆着沙包 显示排水系统没有被杂物堵住之外 也请教职人员 把准备发给学生的新课本 放在桌面高处 以免淹水被泡烂 由于大门口被沙包堵住 明天开学 学生恐怕无法从大门进出 只能从第四较高的后门进出校园 以上最新主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